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师 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的是HSK六级考前辅导课程 那这个课程呢,可以帮助大家复习和准备HSK六级考试 从而获得更高的成绩 大家都知道,HSK六级是HSK考试里边最高的节目 当然也是最难的级别 对大家的汉语水平要求非常高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的这个课程的内容也会比较多 那首先在前边呢,我们已经向大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而且我们也告诉大家怎么去学习HSK六级的词汇 那在学完这些基本内容之后 我们当然要开始进入正式的做题和练习的阶段 那我们看到了之前介绍过的HSK六级有听力、阅读和书写三个部分 那么我们的课程呢,也会按照这三个不同的部分来进行 首先呢,我们要看的是听力部分 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听力呢,有三个小部分 15个题第一部分,15个题第二个部分 然后第三个部分是20个题目 那我们呢,会具体的去看一看每一个部分都有什么样的题目 而且我们要去学习一下怎么去做这样的题目 怎么去准备 那首先呢,我们来进行一个总的介绍 那就是在听力里边比较常见的问题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常见问题的第一个就是听不懂 那听不懂的最主要的原因 可能第一个是词汇量不够 词汇量不够 那我们在前边呢,已经向大家介绍过 HSK6级,词汇量是5000 那同时呢,还会有25%的超纲词 也就是你没有学过的词会出现在考试里边 所以很多同学在听到不知道的词的时候 马上就会很紧张 从而呢,忘记了去听这个主要的内容 然后呢,就没有办法做题了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 所以,首先呢,如果是听不懂的话呢 大家一定要多去学习词汇 我们在前边已经介绍了学习词汇的方法 希望大家呢,去运用这些方法 认真的去学习词汇 多多的积累词汇 那第二个方法就是 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们的课程的过程当中呢 多去做一些相关的练习 因为你练习的越多,你越习惯 你的耳朵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内容 这样的时候呢,你的做题的速度就会变得很快 而且你会习惯啊,有一些词听不懂 但是我可以啊,概括出文章的大意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 而且这种能力呢,必须是通过练习才能获得 虽然老师可以告诉你一些方法 但是这些方法都是需要练习 才能够真正成为你的方法 对你有所帮助 那这是听不懂的问题 那第二就是记不住啊 我们说过呢,HSK6级的听力呢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篇幅比较长 你可能会听到4分钟的 非常长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可能是对话或者是短文 那特别长的内容 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 越听越会发现前边的内容已经忘记了 那做题的时候 有4个题或者是有5个题目一起出现 那这个时候呢,很多同学记得后边 但是不记得前边的内容 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很多同学都向老师反映 他们不是听不懂,但是记不住 那这个呢,我们也是在上课的过程当中 会告诉大家怎么一步一步去解决 那首先呢,我们同学们要注意的是 常见的原因是可能是大家不会概括 什么叫不会概括呢 就是这个文章里边内容非常多 但是你要在这个文章当中找到 对你来说最有用的内容和最核心的 最主要的内容就够了 但是呢,很多同学认真的去听每一个句子 认真的去听每一个词 那这个时候你反而忘记了去关注那些 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信息 那这个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 也会告诉大家怎么去进行概括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听懂了也记住了 但是题目做不对 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不了解中式的思维 那HSK六级考试呢 不单单是对语言的一个考试 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考察一下 那学生们在学习这么久中文之后 是不是真的习惯了 或者说了解了中国的思维和方法 那中式的思维和别的国家必然是有所不同的 有的时候我们讲一个故事 告诉大家一个道理 但是很多同学会觉得这个故事非常奇怪 我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呢 遇到过非常多次这样的问题 在中国人,在老师看来 这个故事非常正常 这个道理非常对 但是学生们都对老师说 老师,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奇怪 为什么中国人的想法是这样的 那这种情况呢 我相信很多同学在中国生活 或者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都遇到过 那么你在学习这个语言的过程当中 不仅仅是要学习语言 同时呢 还要多学习 多去了解中式的思维 同时呢 要去了解和学习做题的方法 那这个呢 是我们在这个HSK六级考试准备的时候呢 需要先去了解的一些内容 我们首先呢 要去增加词汇量 按照我们之前说过的学习词汇的方法 你去多多的学习 多多的积累 那同时呢 我们要多练习提高速度 因为题目的这个量是非常大的 那另外就是我们要去学习做题方法 那做题方法呢 老师在这个课程当中 会一步一步的告诉大家 那希望大家在跟着我们这个课程 进行学习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的是 老师上课的时候做的练习 你要认真的去做 那同时呢 下课以后呢 也希望大家去更多的去做练习 那去使用我们教给大家的方法 然后呢 去看看这个方法是不是有用 而且呢 也去能够提高你的这个做题的这个正确率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们大概的了解了以后呢 我们现在要真正的进入具体的题目的学习了 我们首先呢 来看一下啊 这个听力的第一部分 那我们知道呢 在听力的第一部分一共是15个题 那这15个题目呢 是这样的 你会看到A B C D 四个选项 那你要做的是啊 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 就是你会听到15段话 但是听一段话之后呢 是没有问题的 你在听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判断出来A B C D 哪一个是正确的 那判断出来之后呢 你直接选择正确的句子就可以了 啊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没有问题 听完以后直接选择啊 根据我听到的内容哪一个句子是对的呢 你就选择就可以了啊 那而且在HSK六集这么高难度的这个级别的啊 这个级别呢 那我们要注意的是 你不可能会听到直接答案啊 你一定是需要思考和推理的 你听到一段话 你要从这一段话里边啊 去找到非常重要的信息 然后去判断哪一个是对的啊 你不可能直接听到答案 一定要去认真的听 而且听了以后一定要去想 诶 听了这个内容以后 我可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 哪一个是对的呢 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啊 那么这个十五段话呢 篇幅呢 大概是七十到一百个字 所以呢 篇幅还是比较长的啊 大概是有十五到十句话这么多啊 所以呢 信息是非常多的 你要从这个信息当中 找到正确的这个答案啊 这个是有点难的 那么在听完了一段话以后呢 你会有十三秒左右的时间去想 然后呢 去判断哪一个是对的啊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题目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先来试一个问题 我们先来做一下 看一看 感觉一下 这个题目到底是怎么样的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这个ABCD 那A呢是种子选手实力较强 B是种子选手是后补选手 C 种子选手直接参加决赛 D 种子选手容易过早淘汰 那么ABCD 我们都看到了种子选手 那种子选手到底是怎么样的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呢来听一下 大家试一试 做一下这个题目 看一看到底怎么样 4 在体育比赛中 为了避免实力强的选手 因为各种原因被过早淘汰 人们特意设立了一种制度 让某些实力强的选手 不参加前几场比赛 在后面几场时再参加 这些选手被称为种子选手 好 那么听完了以后 大家有没有把答案选择出来呢 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 你听到了非常多的内容 速度也比较快 但是啊 你听完了以后 要判断一下ABCD 哪一个是正确的 可能 大家如果是第一次做HSK六级的题目的话呢 会觉得这个题目非常难 那老师也承认这个题目是有点难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答案呢 应该要选择 A 种子选手实力较强 那我们在 听这个 问 听这个文章的时候呢 可能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 它是第一句话 它说呢 避免实力强的选手 因为各种原因被过早淘汰 那这样的句子 你其实 刚刚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听到了 但是 可能很多同学 在听的时候呢 都想去听这样的 直接的词汇和答案 但是实际上你是听不到的 你要去想 才能够想到 所以答案呢 应该是选择A 种子选手呢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选手 有一些选手 他们实力比较强 但是呢 我们不希望 他们在刚刚 开始比赛的时候 因为各种原因 被过早淘汰 所以我们让他 在最开始的比赛呢 不用参加比赛 你可以直接晋级 进入后边的比赛 那么这样的比赛制度 是为了让这些种子选手呢 能够充分的发挥自己的实力 所以呢 这个应该要选择A 应该要选择A 我不知道同学们 有没有做对 那可能有很多同学 在听到这些内容的时候 觉得内容特别多 又特别乱 完全不知道答案在哪里 我相信很多同学 都有这样的感觉 那我们现在呢 在学习的这个课程 就是会帮助大家 一点一点的去学习一下 那这样的题目 到底应该怎么去做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首先呢 我们有一些最基本的方法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和记住 首先第一点就是 一定要提前看选项 预测内容 提前看选项 预测内容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不管是HSK三级 四级还是五级 都是一样的 在做听力的时候 一定要先看一看 ABCD分别是什么 然后先去猜一猜 你要听的内容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点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 如果ABCD里边有 时间或者是地点 这样的细节 大家在听的时候 一定要格外注意 时间或者是地点 这样的细节词 一定要注意 那另外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 很多同学啊 在听的时候呢 认真的听 然后呢 听完了以后再去选择 那这个方法呢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啊 如果你全部听完了以后 再去选择 很多时候 你会忘了你听到的内容 所以有一个办法是 你提前看选项 然后你在听的时候 一边听一边推测和判断 在听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发现有一些是不对的 那然后啊 剩下那个就是对的了啊 所以呢 一边听 一边来推测和判断 这个方法是非常有效的 那另外呢 我们听完了啊 判断以后 最后来确定答案 那确定答案之后 我们啊 就马上去看下一个题目啊 马上去看下一个题目 我们刚才说过了 他提答题的时间是13秒左右 我们希望大家呢 不要超过6秒 答题的时间 不要超过6秒 那你还有7秒的时间 你可以去看下一个题目啊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那如果你一边听 一边看ABCD是什么 这个绝对会影响你的做题的效果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集中啊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很多同学啊 他们啊 这个不能够啊 马上去看下一个题目 那你再去啊 一边听一边看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难度是非常大的 因为你听的时候有听不懂的东西 那你看的时候也会发现有看不懂的内容 那这个时候就完全没有办法去做题了 所以这一点呢 希望大家要格外注意一下 那首先呢 我们来啊 再来做一个题 来试一试啊 看看是不是真的非常有效果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ABCD是什么 我们来猜一下 这个我们将会听到什么样的内容 首先来看A A 街上没有路灯 B 那个人喝醉了 C 那个人闯红灯了 D 警察原谅了那个人 那我们在这个ABCD里面看到了那个人 我们还看到了警察 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啊 故事啊 那这个故事里面有两个人 一个是警察 一个是那个人 那那个人呢 他可能有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可能是 街上没有路灯 所以他怎么样了 或者是那个人喝醉了以后 开车 或者是那个人啊 开车的时候闯红灯了 啊 那我们可以猜到这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我们要去听的时候 就重点去听 那那个人 特别是那个人 他到底做了什么 然后呢 警察最后是怎么去做的 这个是我们要重点去听的内容 啊 所以呢 我们在先去看ABCD以后 我们会发现 我们听的时候 我们知道自己应该去听什么 啊 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会更有目标 然后呢 效率也会更高 那我们希望现在呢 大家去听这个问题 然后一边听 一边去看哪一个是对的 一边去看哪一个是不对的 我相信大家呢 一定可以找到正确答案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我们现在开始第一题 他又问 他说 因为我没看到你 好 我们已经听完了 我相信同学们一定可以选择出答案来 那这个问题呢 没有特别难 对吗 我们听到了 我们听到了红灯亮了 然后 啊 但他还是加速冲了过去 然后呢 警察还问他 你没看到红灯吗 啊 他说我看到了 那警察问他 那你怎么还闯红灯啊 所以其实我们在文章里面是听到了闯红灯这三个词对吗 这三个字 那我相信同学们都可以做对这个答案 而且有没有发现这个故事和我们猜的是一样的 他确实是一个人和一个警察的故事 那么在这个故事里边 那个人闯红灯了 警察问他 你为什么要闯红灯啊 那当然这个那个人的回答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我没有看到你呀 所以呢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幽默的小故事啊 他说呢 啊这个司机 他看到红灯 但是还开车过去了 因为他不是没有看到红灯 而是没有看到警察 他觉得没有警察 那就可以闯红灯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 那这样的故事呢 那在HSK6级考试的第一部分里边是非常非常多的啊 我们后边呢会具体的去看 所以如果我们先看了ABCD 我们进行的预测 我们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什么样的内容 那我们在听的时候就会非常容易找到答案 我们非常容易去认真的去听啊 我们需要的内容啊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义和效果的 希望大家呢认真的去学习 然后呢去使用这个方法 啊 那我们现在呢再来看一个啊 题目 那这个题目呢 这个页面呢就是HSK6级考试 网络考试的页面了啊 我们在这里呢没有放纸笔考试 因为纸笔考试呢 你可以看到纸 看到卷子以后 你直接可以看下一个 那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啊现在很多同学都选择网考 因为网考比较方便 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 你看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题一共是45秒的时间 但是其实呢 读题的时间不是45秒 因为我们会有13秒左右的时间 是答题时间 所以呢 这个题目很有可能呢 只需要读30秒 那么我们在啊 注意的是 我们在听到这个 到了一个30秒以后 后面的时间你需要去做题了 那啊 那个人闯红灯了 你已经选择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不要等他走完了以后 去听第二个题目 那个时候就已经晚了 你在这里啊 比如说30秒 或者是35秒的时候 你已经选择出答案来以后 你现在马上要做的事情是 用你的鼠标去点第二个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去点第二个题目 去看第二个题目 到底是什么题啊 去认真的去读ABCD 然后等到他到了45秒的时候 他会跳到第二个题目 那个时候你直接去听啊 这个文章的内容就可以了啊 一边听 然后一边去判断ABCD 哪一个正确 那么这样的啊 这个做题的方法 在网络考试里面 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直笔考试 你是可以直接看到下一个题目 那网络考试 你是需要点一下的 那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 充分的去把握这个时间啊 45秒的题目 可能会有15秒的时间是 你可以啊做题的时间 13秒到15秒 那然后这个时间 你不要都用来做题啊 你要马上迅速的选择答案 然后很快的去看下一个题目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页面 那现在呢 我们来试一试 如果这个题目 我们已经做完了 如果我们有30秒的时间 啊 我们啊 有30秒的时间听完了 然后我们做出题目来了 我们后边还有 比如说10秒的时间 你可以马上去看下一个题目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可能比字比较小啊 我来给大家读一下 那A是希望永远存在 B要保护弱者 C弱者懂得适应 D 物净天则强者生存 那我们看到了ABCD 看上去有点难 但是在ABCD里面 特别是BCD里面出现了弱者和强者 就是强的人和弱的人 那么文章我根据ABCD的这个啊 这个看这个推测 我可以猜出来 这篇文章呢一定是一个观点啊 一个看法 那这个看法是关于弱者和强者 还有就是希望的 因为我们看到了A希望永远存在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跟强者和弱者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们在文章里面一定可以听到 关于弱者和强者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要注意的是 要保护弱者吗 弱者要弱者懂得适应吗 还是说物净天则强者生存呢 是强的人能够活下来吗 那这个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 我们需要去认真的听一下了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在看ABCD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猜出来一些内容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听的时候 就可以去专心的去找我们需要的内容了 好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哈 我们来听啊 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 关于弱者和强者哪一个对啊 特别是我们在B和C里面都看到了弱者 所以很有可能弱者是更重要的 我们先来听一下看看是不是 3 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是物净天则 适者生存 而非强者生存 好我们已经听完了 那同学们能不能告诉我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听到了好像很多的内容 但是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内容 对我们来说是有用的 大家想一想 然后我来公布答案 那答案呢 是C 弱者懂得适应 那我们在听的时候 也其实听到了差不多一样的句子 但是我们注意的是 物净天则 适者生存 而非强者生存 他还举了一个例子 举了一个恐龙的例子 那恐龙很大呀很强呀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 所以他说呢 因为弱者懂得妥协 他懂得适应 所以他反而能够活下来 那弱者有更多的选择和妥协 因为懂得适应 所以怎么怎么怎么样 那么这个答案就应该要选择C 首先呢 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发现了 这个A是没有听到的 那我们也看听到了物净天则强者生存 他说是适者生存 而不是强者生存 所以D也是不对的 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 当然B和C里面一定有一个是答案 那我们也听到了弱者 怎么怎么怎么样 他因为懂得适应所以怎么样 我们听到答案以后 这个应该要选择C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我先看了ABCD 我进行了分析之后 在听的时候 我更容易听到我要的答案呢 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 这是我们的分析选项预测内容 那这个呢 对大家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一种方法 那我们在这里 首先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观点 我们在做题的时候呢 听力的第一部分里边呢 一定是有一部分题目是观点题 就是一个人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呢 其实是在介绍他的一个观点 那这篇文章里的观点是关于弱者 因为懂得适应 所以更容易生存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那这种文章非常多 大家如果了解了这种文章的结构 这种文章的这个大概的内容 一定会非常容易找到答案 那我们在后边呢 会向大家去介绍 这样的观点的文章 大概是怎么写的 我们之后会看一下 会给大家讲一下 大家到时候认真的收听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题目 啊 这个题目是 A 小王不让爱人走 B 小王要离家出走 C 小王和妻子吵架了 D 爱人拿出来一个大箱子 A B C D 那出现了小王和爱人 所以这一定是一个小王和爱人的故事 那我们要注意的是小王要做什么和爱人要做什么 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是我们要听的重要内容 啊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大家一起来听 然后我相信呢 同学们一定是可以找到答案的 好 13 一天小王和他爱人吵架后 生气的说 带着你的东西走 别回来了 他爱人哭着跑进房间去 从房间里拿出来一个大箱子说 你进去吧 小王说 你要做什么 爱人回答 你也是我的 我当然要带走 好 那这个故事同学们听懂了吗 所以答案应该要选择什么呢 很多同学如果认真听了第一句 相信一定可以选择出答案来 那答案呢就应该是 C 小王和妻子吵架了 当然了 你没有听到妻子这个词 你听到的是小王和他爱人吵架后 怎么怎么样 那这个故事的大概的内容是 小王和妻子吵架 小王跟妻子说拿你的东西走吧 别回来了 然后呢 妻子非常不高兴 他哭着 然后拿了一个袋子 而不是箱子 对吗 他拿了一个袋子说 你进来吧 因为你也是我的 所以我也要带走 那这个呢 也是一个幽默故事 我们知道呢 在HSK六集听力的第一部分里边 一定会有这种幽默故事 所以如果我们了解啊 幽默故事的特点 那我们做题的时候也会变得更加容易 那这个我们在后边也会有详细的介绍 那在这里同学们有没有发现 那如果我先看了ABCD 我猜出来这个有可能是一个故事啊 肯定是一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里面有小王和爱人他们关系怎么样 他们说什么了 小王做什么了 爱人做什么了 然后我们很快就能够找到答案了 对吗 因为小王让爱人走 爱人说我走可以 你也要走 因为你是我的啊 所以呢 这样的故事啊 我们在听的时候 如果我们心里面先有一个准备 我们其实非常容易听到真正的这个信息啊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这是我们要分析选项 预测内容 然后我们下面再来做一个练习 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ABCD A呢是北极熊很胆小 胆子很小 B呢北极熊力气很大 C白金是北极熊的天敌 D D 北极熊对人类很友好 那我们看到ABCD之后 我们马上就可以猜出来 我们将要听到的是 介绍北极熊特点的这样的一篇小文章 那北极熊的特点 那北极熊的特点到底是怎么样呢 胆子很小吗 力气很大吗 白金是天敌吗 还是说对人类很友好呢 我们就要去认真的听一听 到底北极熊有什么样的特点 那我们既然知道他的文章 要去介绍北极熊的特点 那我们就要去认真的听 这篇文章 他想说的到底是北极熊怎么样 好 我们现在来试一试听一下 那北极熊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动物 我们注意听 然后来选择答案 12 北极熊 顾名思义是生活在北极的熊 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北极霸主 双掌的力量可以破开冰面 在捕石白金时 由冰上将水中扑去时 可以一击重创白金 出去人类 北极熊并无天敌 好 那么同学们有没有把答案选择出来呢 这篇文章呢 因为是介绍北极熊的特点 所以其实是有一点点难的 他用了比较难的词汇 可能会有一些词汇是你没有听懂的 但是没关系 你有没有发现他文章主要说的内容是什么 好 我们现在说一下 答案应该要选择B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做对 那我们在听的时候可以听到 双掌的力量可以破开冰面 捕石白金时 由冰上向水中扑去时 可以一击重创白金 那这个后边呢 可能会对大家有点难 什么一击重创这样的词汇 听的时候 一般来说很多同学是听不懂的 但是你听到了双掌的力量 那力量这个词对你来说并不陌生 对吗 而且他说 除去人类 北极熊并无天敌 他没有天敌 所以呢 C是不对的 然后呢 也没有说北极熊对人类很友好 而且北极熊很胆小吗 不对 那我们又听到了力量 所以 我们就已经选择出答案来了 答案应该要选择B 对吗 那这个问题 这个文章的内容是比较难的 但是啊 如果你先去想一想 先去看一下ABCD 那你先去看啊 ABCD的内容分别是什么 那北极熊他的特点 胆子小吗 力气大吗 跟白金是敌人吗 还是说对人类很友好吗 那你在听的时候 你认真的去听有没有这些内容 然后你听到了力量这个词 答案就出来了啊 你会很容易就选择出来 因为你没有听到北极熊胆子小 你也没有听到北极熊跟人类的关系很友好 那你也听到了北极熊没有天敌啊 人类是天敌啊 除了人类以外 北极熊并无天敌 那么听到这样内容之后 是非常容易选择出B这个答案来的 那所以啊 这是我们啊 在做听力第一部分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啊 一个方法 那就是分析选项预测内容 那我们知道呢 在听力的第一部分里边有三种文章 我们刚才其实都已经看过了 那一种是介绍北极熊特点的这样的科普文章 介绍啊 一种介绍说明类的文章 这是一种 那然后呢 有一种是故事啊 是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啊 这样的文章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观点 它告诉你一个它的看法 那这种三种文章呢 在这种HSK6集听力第一部分里边 是三种最主要的文章 那如果同学们在看到ABCD的时候 就知道这是哪一种文章 如果同学们知道这三种文章 它的结构它的特点是什么 我相信在做题的时候 大家一定会做得非常好 那在之后呢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类型 文章的类型 向大家介绍 比如说如果是观点的文章 那大概会怎么去介绍 有什么样的特点 同学们听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什么 我们在后边呢 会一一的向大家介绍 这三种文章的特点和解题的方法 希望大家呢到时候认真的去听 而且希望大家多多去做一些练习 这样的话呢 你在做这个部分的问题的时候 就会觉得没有那么难了 好 那这是我们现在的第一部分的课程 那这个课程我们现在就要结束了 希望大家后边呢 继续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 观点的文章 故事 还有这个介绍的文章 分别是怎么样的 好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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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